不是鬼,而是人。 所以他说,人最可怕。 不过你不要听这个话,彼此打架打起来哦。 这是说,人心难测,水难凉。 人心很难讲啊。 所以因此之故,鬼病不可怕。 里面另外有一车又说, 他说这个鬼啊, 他住的地方就是跟人同在一起。 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鬼最多的地方。 而狂野没有人住的地方啊, 那鬼都是很少的。 稀稀落落,没有几个。 他为什么呢? 因为啊,人有阴阳之气, 白天阳气强, 所以鬼不出现。 到了下午以后晚上, 阴气强,阳气弱, 那鬼就出现了。 而彼此共在一个地方生活, 不会有所障碍。 也彼此不会影响。 因为鬼, 他看我们世间的这些房子物品呢, 根本没有作用。 他可以把这个墙壁, 他没有看出墙壁, 就是墙壁来来去去, 直来直往。 啊, 所以, 你怕鬼啊, 关门没有用。 因为他根本就, 他看不是门嘛, 他会随便进出的。 啊, 所以他看我们人间用的东西, 根本就是个虚空。 啊, 因此之故, 鬼并不可怕。 啊, 今天讲的鬼法人编。 啊, 可是不要怕鬼。 啊, 这一张是鬼, 鬼的这个文字啊, 所以我尽量要把一切过完了讲完, 不要讲得太久。 讲太久了, 不太舒服。 人总是怕鬼的。 实际上, 人, 啊, 不必怕, 他也是六道之一。 他有他的生活点, 我有我的生活点, 彼此啊, 和谁不犯井水。 啊, 不会相反的。 他, 如果没有事, 他不会找上门。 啊, 而鬼的这个境界, 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 啊, 所以彼此啊, 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不必怕鬼。 啊, 怕鬼, 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。 还有, 我们平常一般人啊, 现在的人, 我很少听到, 也没有机会听了。 我在十几岁, 在自己家乡里, 经常听到啊, 会有这么一句话, 他说, 人死就变鬼了。 因为人死就变鬼。 这是一种错误观念。 因为鬼是六道之一, 人也是六道之一。 他既然是六道之一, 不见得人死就会变鬼。 鬼有鬼到的因果, 人有人到的因果。 因果不同, 怎么会人死就变鬼呢? 啊, 因为普通一般, 不是太善人, 不是大恶人。 死掉, 独有中阴身。 啊, 那么一般人不了解, 他就是把中阴身当鬼, 那错误的。 中阴身不是鬼。 啊, 中阴身只是一个, 啊, 这个精神复托的影子而已, 不是鬼。 啊, 呃, 各位如果有原音法是讲义啊, 在讲义里面到这个, 鬼到这一边, 都有分别说明, 说明这个, 中阴身跟鬼不同的地方。 啊, 啊, 所以啊, 我们不必怕鬼, 鬼也是六道之一。 啊, 从来看到, 彼此没有什么, 呃, 这个, 这个, 关系啊, 它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 啊, 那么如果能够看到鬼到众生, 那都是阴气强, 阳气衰落, 呃, 人的福气慢慢衰落, 才会有这种情况。 否则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, 也会有。 啊, 不过这个, 不常见, 人越多, 这种情况会越少, 因为阳气强, 鬼不容易出现。 啊, 人少, 人少的地方, 偶然呢, 也许有, 但是, 一人不会有什么伤害。 啊, 那么, 关于这个鬼到的情况, 就是说到这里为止。 接下去啊, 第三段, 就是出生, 出生道。 呃, 严重堕落地狱, 从地狱里出来啊, 不可能一下子就转上人道。 他还要经过这个轨道。 轨道也有相当一段时间呢。 呃, 他在轨道里面生活, 往往啊, 啊, 千年万年都不一定啊。 啊, 啊, 那么, 从鬼到出来, 才转生了处生道。 啊, 处生道里面, 现在经文啊, 是顺度上文。 啊, 从这个十十英里啊, 啊, 到鬼到, 啊, 十十英到, 恶到, 地狱到, 从地狱到, 到恶鬼到, 啊, 恶鬼, 本来就是鬼到的种名啊。 因为鬼, 总是饥饿的时间多。 所以, 也可以总称为恶鬼。 啊, 简称就是一种鬼到, 啊, 鬼到的众生。 那么, 从鬼到出来要转生, 还不能马上到人道, 还得先到这个处生道。 啊, 先到处生道。 所以这个, 呃, 经文科判, 哈, 第三, 人之下第三, 就恶鬼夜境, 虚赏俗战, 而民遭处生报。 啊, 这是说明从鬼到, 呃, 到了, 转生到鬼到啊, 他过去造这个下地狱的罪业, 那么, 连遗报也通通受完了。 就是, 呃, 以前造的这个地狱业的, 这个苦报啊, 已经告一段落, 啊, 既然已经告一段落了, 现在, 接下去, 转生出生道做什么呢? 转生出生道是还债, 还债, 所以科判就是说, 旧恶鬼的业已经进了, 前面的鬼到的业已经受报受尽了, 那也不一定是十年, 八年, 或者是千年万年都不一定, 然后啊, 呃, 要完以前所有的业债, 欠人家的命债财债, 一一要还, 怎么还呢? 到处生道去还, 所以接下来, 有处生道, 啊, 关于处生道的文字啊, 我们留下子再讲啊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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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